卫星也玩气动设计 中国将建造超低轨道卫星星座 其机制作用是战略性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乌克兰军队大量利用星链 作为其军事通讯卫星来使用 被认为是民用天机设施 军事化使用的范例 当然西方大量的商业摇杆卫星公司 不断地将俄司军队的部署动态情报 分享给乌军 也对战场构成了严重影响 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也要打造自己的军民两用卫星星座呢 其实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星座了 比如配备有多种光学侦察设备的吉林一号卫星等等 今天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 中国即将打造的一个拥有300多颗卫星的大型卫星星座系统 即超级轨道卫星星座 其军事作用将是战略性的 据介绍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最近宣布 将建造这样一个通讯遥感一体化的星座 其最大的特点是卫星的轨道非常低 而过去的低轨宽平通讯卫星距离地面起码要1000公里左右 那么发射和部署超低轨道卫星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卫星距离地面的距离越近 那么作为通讯卫星的带宽就会越大 延时更小 抗干扰能力更强 而遥感卫星对地面目标的分辨率也将会更高 而且发射卫星上天距离地面越近 需要的能量就越少 也就说发射成本会更低 但是超低轨道卫星的运行也面临几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首先超低轨道还是存在着稀薄的大气阻力的 其空气动力环境较为复杂 因此卫星首先需要克服 因为大气阻力而导致了飞行速度快速衰减的问题 因为搞不好就会由于其运行速度低于第一宇宙速度 而不得不重返大气层 从太空掉到地面 第二在低轨道运行 其卫星的工作环境 与在真空中运行的环境完全不同 因此卫星需要针对这样的特殊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 所以到目前为止 虽然各国都知道超低轨道卫星的优势 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型的超低轨道卫星网络 某些国家只是进行过一些科学的应用试验 既然我国已经计划从今年年底开始发射超低轨道卫星网络 说明我们已经解决和克服了所面临的技术困难 中国要在2023年完成超低轨道通讯摇杆 一体星座的首发星的发射 2024年完成九星发射 2030年完成三百颗星载轨的主网运行 2023年以后就可以实现全球范围的 十分钟以内的即时业务回应和服务能力 你也可以理解为 该星座作为一种侦查平台 具备每十分钟过顶侦查一次的能力 而作为一种通讯卫星呢 也应该具备不间断的宽带服务能力 超低轨道通讯摇杆一体星座卫星的设计寿命 大约为五年 为什么会这么短呢 这还是以超低轨道卫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有关 毕竟有空气阻力长期存在 所以超低轨卫星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采取减少阻力的气动设计 从而降低卫星的燃料消耗速度 第三是要尽量使用电推进技术 配备更先进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如果中国能够建成300颗超低轨道卫星的星座 那么他们有何军事价值呢 可以说价值非常大 而且是战略性质的 其中最直接的关系是两下能力 第一提升军队的态势感知能力 因为超低轨道卫星的侦察能力 可要比常规的低轨道卫星更强 他们拥有更高的分辨率 更快的再次过顶速度 让战场进一步透明化 在高超速导弹时代 发现就是摧毁 卫星几乎就是奠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第二提升我军的通讯能力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超低轨道卫星的通讯宽带更大 抗干扰能力更强 延时更短 解放军所构建的杀伤链 就会更加快速和可靠 未来能够同时指挥控制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数量就越多 总体而言 中国在世界上 首先打造超低轨卫星星座 在一定程度上 是破解美国新链卫星优势的重要一环 当然 我们也会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 因为在太空力量的建设上 我们绝对不能落后 这件事关系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